KT So說如果疫情今年會過 是否可以追回落後的地產和收租股呢 他就問17號 32.7有貨 怎樣看呢 有沒有更好的選擇 建議給他呢 你說本地地產股 是 本地地產股 其實坦白說 本地地產股17又好 16又好 基本上都是圍繞著四大家族 這些主要大的地產發展商上面 Overall 中長線看法 或者過去這兩三年的表現 你真的見到是大同小異 唯一變化可能相對比較多 就是1113長期集團 因為始終在公司做的事 或者發展方向上會有些少不同 可能會多一些 香港以外 中國以外的相關業務收購合併等等 相關的消息在那裏 今天又在傳播 可能在說Bord逢想買長和的相關資產 會多很多這些不同的相關消息在那裏 但是如果你是看法 對於疫情的看法 都是大同小異 這一刻 譬如香港本地的疫情上面差 昨天有百多宗 但問題就是不會在這一刻才知道 由有索實性個案上市場已經預算了會是這樣 相反地就是現在資金肯追價值股的時候 本地地產股都是 你看每一隻都是 股息率6、7厘左右 那樓價很多人會說 明明樓價會有一個下行趨勢會出來 嗯 第一方面你看本地地產股的股價對NAV指揚的幅度有多少 嗯 就是向來市場 它就是覺得樓價遲早會下跌的 因為純粹是來炒投資金肯定 所以一升上去多一點點 股價阻力就十分之大了 所以如果你拿著17的 我覺得沒什麼必要轉馬了 反正中長線來說都是大同小異 短炒這些很難做償作的 蝕手續費分分鐘都蝕四里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17這些就繼續擺放 兩枝楊竹上回來好很多 下一個助力位33元 但是去到33元代不代表下車 可能下車之後回一回一點點 但是再衝上去的時候 我怕你上不回車 所以這些股份我覺得擺放就算了 就是叫它比較適合擺放的股份來的 我想暫時來講 繼續拿著這些股份都安全的 我應該又覺得不會預期穿30元 穿30元才想止蝕 就是現在都可以先保持的 好啊 好啊